第三十一回秦童儿藏湖构信西门庆开宴为欢 诗曰 幽晴莲独夜 花是腹相摧 欲使春心醉 仙教育有来 农香油带腻 红蕴见分塞 莫醒陈憨恨 朝云竹梦回 话说西门庆 次日使来宝提醒所下文书 一面使人做官冒 又换兆财裁剪尺头 攒造园领 又叫许多匠人 定了七八条带 不说西门庆家中热乱 且说五典恩那日走到英伯爵家 把作一成之事 再三殃及伯爵 要问西门庆错银子 上下使用 许伯爵使两银子相谢 说着跪在地下 慌得伯爵拉起 说道 此是成人之美 大官人携带你得此前程 也不是寻常小客 因问 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 五典恩道 不瞒老兄说 我家活人家 一文钱也没有 到明日上任参观至见之里 连白酒 并置一类鞍马 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 如今 我写了一纸文书词 也没敢下数儿 望老兄 好歹扶持小人 是成恩有重报 伯爵看了文书 因说 吴二哥 你借出这七八十两银子来也不勾使 以我 取笔来写上一百两 横是看我面 不要你立钱 你且得手使了 到明日做了官 慢慢陆续还他也不迟 俗语说得好 借米下得锅 讨米下不得锅 哄了一日是两赏 五典恩听了 谢了又谢 于是把文书上填写了一百两只数 两个吃了茶 一同起身 来到西门庆门守 平安儿通报了 二人进入里面 见有许多裁缝将人七手八脚做生火 西门庆和陈敬继在川廊下 看着写件关手本接贴 见二人 作一让作 伯爵问道 哥的手本扎腹 下了不曾 西门庆道 今早时小假往提醒府下扎腹去了 还有东平府并本献手本 如今正要叫奔寺去下 说币 话同儿拿上茶来 吃币茶 那应伯爵并不提无主管之事 走下来且看匠人定带 西门庆见他拿起带来看 就卖弄说道 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 伯爵几口称赞夸奖道 亏哥那里寻的 都是一条塞一条的好带 难得这般宽大 别的倒也罢了 自这条西脚带并鹤顶红 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 不是面讲 就是东京为主老爷 玉带金带空有 也没这条西脚带 这是水西脚 不是汉西脚 汉西脚不值钱 水西脚号坐通天西 你不信 取一碗水 把西脚放在水内 分水为两处 此为无价之宝 应问 哥 你使了多少银子寻的 西门庆道 你们是姑姑价值 伯爵道 这个有甚刑款 我没怎么估得出来 西门庆道 我对你说了吧 此袋是大街上 王昭轩府里的袋 昨日一个人听见我这里要 巴巴来对我说 我这奔寺拿了七十两银子 再三回了来 他家还张志不肯 定要一百两 伯爵道 难得这等宽样好看 哥 你明日戏出去 甚是货钞 就是你同僚间 见了也爱 夸美了一回 坐下 西门庆便向吴主管问道 你的文书下了不曾 伯爵道 吴二哥正要下文书 今日巴巴的秧 我来击反你 蒙你照顾他 往东京押生陈丹 虽是太师语了他这个前程 就是你抬举他一般 也是他个人造化 说不得 一品之九品都是朝廷臣子 但他告我说 如今上任 见官白酒 并置衣服之类 供要许多银子使 那处活便去 一颗不凡二主 莫奈何 哥看我面 有银子介于他几两 率性周记了这些事 他到明日做上官 就闲还劫草 也不敢忘了哥大恩 修说他就在哥门下出入 就是外经外府官吏 哥也不知拔记了多少 不然 你教他那里驱出去 因说道 吴二哥 你拿出那福而来 与你大官人桥 这五点恩连忙向怀中取出 帝与西门庆观看 见上面借一百两银子 中人就是应伯爵 每月例行五分 西门庆取笔把例钱抹了 说道 既是应二哥作宝 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 我料你上下也得这些银子搅缠 于是把文书收了 才带后边取银子去 忽悠下提醒拿贴儿 插了一名写字的 拿手本三班送了二十名排军来答应 就问讨上任日期 讨问字号 衙门同僚聚功力来贺 西门庆教阴阳徐先生 则定七月初二日晨时到任 拿贴儿回下提醒 赏了写字的五千银子 正打发出门去了 只见陈静记拿着一百两银子出来 教育吴主管 说 吴二哥 你明日只还我本钱便了 那五点恩拿着银子 欢喜出门 看官听说 后来西门庆死了 家中失败事衰 吴月娘守寡 被平安儿偷盗出 姐当裤头面 在南娃子里肃娼 被吴义成拿住 叫他指盘吴月娘与戴安有监 要罗知月娘出关 恩将仇报 此戏后事 表过不提 正是 不接紫花修要重 吴义之人不可教 那时奔四往东平府 并本献下了手本来回话 西门庆留他 和英伯爵 陪阴阳徐先生摆饭 正吃着饭 只见吴大舅来败望 徐先生就起身 良久 英伯爵也坐次出门 来到吴主管家 吴典恩早封下十两宝头钱 双手地狱伯爵 磕下头去 伯爵道 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说着 会胜不肯与戒于你 吴典恩仇谢了伯爵 只半官带一类 择日建官上任不提 那时本县正堂礼之县 会了四崖同僚 差人送羊酒贺礼来 又拿贴儿送了一名小狼来答应 年方一十八岁 本贯苏州府长熟县人 换名小张松 原是县中门子出身 生得清俊 面如腹粉 齿白唇红 又十字会写 善能歌唱难曲 穿着清宵直坠 凉血静袜 西门庆一见小狼伶俐 满心欢喜 就拿败贴回复礼之县 留下他在家答应 改换了名字叫做书童儿 与他做了一身衣服 新鞋新帽 不教他跟马 教他专管书房 收礼贴 拿花园门钥匙 祝十年又举保了一个十四岁小厮来答应 一改名其同 每日派定和秦童儿两个被书带 加败贴侠跟马 到了上任日期 在衙门中摆大酒席桌面 出票狙击三院月宫 成应吹打弹唱 此时李明也夹在中间来了 后堂饮酒 日暮时分散归 每日骑着大白马 头戴乌纱 身穿五彩撒线柔头 狮子捕子圆领 四只大宽蒙金铁南香带 坟底造靴 排军鹤道 张打着大黑山 前呼后拥 何止十数人跟随 在街上摇摆 上任回来 先拜本府县 率府都监 并清河左右为同僚官 然后新鹏临舍 何等荣耀侍卫 家中收礼接铁子 一日不断 正是 白马红鹰瑟瑟心 不来亲者强来亲 时来碗铁生光彩 运取梁金不发明 西门庆自从道任以来 每日坐提行院衙门中 声听话卯 问理公事 光阴迅速 不觉李平儿坐入一月江满 吴大镜子 二镜子 杨姑娘 潘姥姥 吴大姨 乔大护娘子 许多亲临堂客女眷 都送礼来 与官哥儿坐迷月 院中李贵姐 吴迎儿见西门庆 坐了提行所签户 家中又生了子 义送大礼 坐轿子来庆贺 西门庆那日 在前边大厅上摆设沿席 请堂客饮酒 春梅 迎春 玉霄 蓝香都打扮起来 在席前 斟酒直壶 原来西门庆 每日从衙门中来 直到外边厅上 就脱了衣服 交书童叠了 安在书房中 只带着官帽 进后边去 到次日起来 玄使丫鬟来书房中去 新进收拾大厅西厢房 一间做书房 内庵床挤 桌椅 评围 笔宴 秦书之类 书童而惋惜 只在床脚踏板上 扑着扑睡 西门庆 或在那房里歇 早晨就使出那房里丫鬟 来前边取衣服 取来取去 不想这小狼 本是门子出身 生得伶俐清俊 与各房丫头打压 饭嘴灌熟 于是暗和上房里 玄霄两个潮汐上了 那日也是何当有事 这小狼正起来 在窗户台上 搁着镜儿梳头 拿红绳扎头发 不料玄霄推开门进来 看见说道 好贼囚 你这咱还描眉化眼的 爹吃了粥便出来 书童也不理 只顾扎包继儿 玄霄道 爹的衣服叠了 在那里放着梨 书童道 在床南头安放着梨 玄霄道 他今日不穿这一套 吩咐我教问你要那件玄色 为贬 金不紫 丝不远领 玉色衬衣穿 书童道 那衣服在橱柜里 我昨日才收了 今日又要穿它 姐 你自开门取了去 那玄霄且不拿衣服 走来跟前看着他扎头 戏道 怪贼囚 也像老婆般拿红绳扎着头 书的病虚隆隆的 因见他白滚纱 漂白不汉挂而上记着 一个银红纱香带耳 一个绿纱香带耳 就说道 你与我这个银红的罢 书童道 人家个爱物儿 你就要 玉霄道 你小思家带不得这银红的 只好我带 书童道 早是这个罢了 唐是个汉子儿 你也爱他爸 被玉霄故意向他肩膀上 凝了一把 说道 贼囚 你家到卖门神 看出来的好话 不由分说 把两个香带子等部的姐 都揪断戏儿 放在袖子内 书童道 你子不尊贵 把人的带子也揪断 被玉霄发散 一拳一把 戏打在身上 打滴书童极了 说 姐 你修鬼混我 带我扎上着头发着 玉霄道 我且问你 没听见爹今日往那去 书童道 爹今日与县中华 主部老爹送行 在黄庄薛公公那里摆酒 来家只怕要下午时分 又听见会下印二叔 今日对银子 要买对门乔大户家房子 那里吃酒罢了 玉霄道 等住回 你修往那去了 我来和你说话 书童道 我知道 玉霄 于是与他约会下 才拿衣服往后边去了 少请西门庆出来 就叫书童 吩咐 在家 别往那去了 先写十二个请帖儿 都用大红纸封套 二十八日请官客 吃庆官割儿酒 交来兴儿买办东西 添厨一茶酒 预备桌面齐整 戴安和两名排军送帖儿 叫唱的 留下秦童儿 在堂客面前管酒 吩咐臂 西门庆上马送行去了 吴月娘众姊妹 请唐客到齐了 先在卷棚摆茶 然后大厅上平开孔雀 入饮芙蓉 上座 席间叫了四个妓女弹唱 果然西门庆到午后十分来家 家中安排一时盒酒菜 邀了英伯爵和陈敬忌 对了七百两银子 往对门乔大户家 乘房子去了 堂客正饮酒中间 只见玉霄拿下一银直壶酒 并四个梨 一个甘子 竟来乡房中送与书童儿吃 推开门 不想书童儿不在里面 孔人看见 莲湖放下 就出来了 可煞作怪 秦童儿正在上边看酒 冷眼缩见玉霄进书房里去 半日出来 只知有书童儿在里面 三不知插进去瞧 不想书童儿外边去 不曾进来 一壶热酒和果子 还放在床底下 这秦童连忙把果子 藏在秀里 将那一壶酒 饮着身子 一直提到李平儿房里 只见乃子如意儿和秀春 在屋里看根 秦童进门就问 姐在那里 秀春道 她在上边与娘针酒厉 你问她怎的 秦童儿道 我有个好的儿 叫她替我收着 秀春问她肾吗 她又不拿出来 正说着 迎春从上边拿下一盘子烧鹅肉 一叠玉米面 玫瑰果馅 蒸饼儿与奶子吃 看见便道 贼囚 你在这里孝顺吗 不在上边看酒 那秦童方才把壶从衣装底下拿出来 叫迎春 姐 你与我收了 迎春道 此事上边筛酒的纸壶 你平白拿来做甚吗 秦童道 姐 你修管她 此事上房里玉霄 和书童儿小厮 七个八个 偷了这壶酒和些杆子 离 送到书房中与她吃 我感眼不见 戏了她的来 你只与我好生收着 随问什么人来抓寻 修拿出来 我且拾了白彩儿着 应把离合杆子掏出来 与迎春瞧 迎春道 等住回抓寻壶反乱 你就承当 秦童道 我又没偷她的壶 个人当场者乱 隔壁心宽 管我腿势 说壁 杨长去了 迎春把壶藏放在礼间桌子上 不提 至晚 酒席上人散 茶收家伙 少了一把壶 玉霄往书房中寻 那里得来 问书童 说 我外边有事去 不知道 那玉霄就慌了 一口推在小玉身上 小玉骂道 入日 昏了你这淫妇 我后边看茶 你抱着直胡 在席间与娘针酒 这回不见了胡儿 你来赖我 向各处都抓寻不着 两酒 李平儿到房来 迎春如此这般告诉 秦童儿拿了一把劲来 教我替她收着 李平儿道 这球根子 她做什么拿进来 后边为这把壶 好不反乱 玉霄推小玉 小玉推玉霄 急得那大丫头 独身发咒 只是哭 你趁早还不快 送进去 迪回管情 就赖在你这小淫妇儿身上 那迎春方才取出壶 送入后边来 后边玉霄和小玉两个 正嚷到月娘面前 月娘道 贼臭肉 还敢嚷些慎吗 你没管着那一门 把壶不见了 玉霄道 我在上边跟着娘送酒 她守着银器家伙 不见了 如今赖我 小玉道 大镜子要茶 我不往后边替她取茶去 你抱着直壶儿 怎的不见了 敢屁股大 掉了心也怎的 月娘道 今日席上再无闲杂人 怎的不见了东西 等诸回你主子来 没这壶 管情一家一顿 正乱着 只见西门庆自外来 问 阴慎嚷乱 月娘把不见壶一截 说了一遍 西门庆道 慢慢寻就是了 平白嚷得是些甚吗 潘金莲道 若是吃一遭酒 不见了一把 不攘乱 你家是亡十万 头醋不酸 到底儿宝看官听说 金莲此话 积逢李平儿 首先生孩子 满月就不见了壶 也是不吉利 西门庆明听见 只不作声 只见迎春送壶进来 玉霄便道 这不是壶有了 月娘问迎春 这壶端地往那里来 迎春西把秦童 从外边拿到我娘屋里收着 不知在那里来 月娘因问 秦童儿那奴才 如今在那里 戴安道 他今日该狮子街房子里上诉去了 金莲在旁不觉鼻子里笑了一声 西门庆便问 你笑怎的 金莲道 秦童儿是他家人 放红他屋里 想必要瞒美这把壶的意思 要叫我 石小丝如今叫江纳奴才来 老师打着 问他个下落 不然 头里就赖着他那两个 正是走杀金刚 做杀佛 西门庆听了 心中大怒 睁眼看着金莲 说道 依着你嫩说起来 莫不理大姐 他爱这把壶 既有了 丢开手就是了 只管乱肾嘛 那金莲把脸羞得飞红了 便道 谁说姐姐手里没钱 说必 走过一边使性而去了 西门庆就有陈静记进来说话 金莲和孟玉楼站在一处 骂道 嫩不逢好死 三等九做贼强盗 这两日作死也怎的 自从养了这种子 恰似生了太子一般 见了俺美如同生杀神一般 越发通没句好话而说了 行动就争着两个 毛毕 窟窿吆喝人 谁不知姐姐有钱 明日灌的他美小丝丫头 养汉做贼 把人说遍了 也休要管他 说着 只见西门庆与陈静记 说了一回话 就往前边去了 孟玉楼道 你还不去 他管情往你屋里去了 金莲道 可是他说的 有孩子屋里热闹 俺美没孩子的屋里冷清 正说着 只见春梅从外走来 玉楼道 我说他往你屋里去了 你还不信 这不是春梅叫你来了 一面叫过春梅来问 春梅道 我来问玉霄 要汉金子来 玉楼问道 你爹在那里 春梅道 爹往六娘房里去了 这金莲听了 心上如窜上把火相似 骂道 贼强人 到明日永世千年 就爹舌脚 也别要进我那屋里 踹踹门坎儿 叫那劳拉的球根子 把怀子骨 手歪 舌了 玉楼道 六姐 你今日怎的 下嫩毒口咒他 金莲道 不是这等说 贼三寸或强盗 那属腹鸡肠的心 只好有三寸大一般 都是你老婆 无故只是多有了 这点尿包种子罢了 难道怎么样儿的 做什么 嫩抬一个 灭一个 把人洗到泥里 正是 大风刮倒梧桐树 自有旁人说短长 这里金莲使性而不提 且说西门庆走到前边 薛大监拆了家人 送了一坛内酒 一千羊 两匹金段 一盘兽桃 一盘兽面 四样佳肴 一者祝寿 二者来贺 西门庆候赏来人 打发去了 到后边 有李贵姐 无银儿两个拜词要加去 西门庆道 你每两个再住一日儿 到二十八日 我请许多官客 有院中杂傻办戏的 教你二位只管地酒 贵姐道 既留下安美 我教人家去回妈生 放心些 于是把两人轿子都打发去了 不在话下 次日 西门庆在大厅上锦平罗列 起席铺陈 请官客饮酒 因前日在黄庄建管砖厂刘公公 故与薛内乡都送了礼来 西门庆这里发简请他 又邀了英伯爵 谢西大两个相陪 从饭时 二人衣帽齐整 又早先到了 西门庆让他卷棚内带茶 伯爵英问 今日 歌席间请那几客 西门庆道 有留 薛二内相 率辅周大人 兜兼京南疆 毕同聊下提醒 团练张总兵 为上饭千户 吴大哥 吴二哥 乔老便今日使人来回了不来 连二位通直属客 说毕 是有吴大旧 二旧道 坐了一 同坐下 左右放桌而摆饭 吃毕 英伯爵英问 歌满月曝出来不曾 西门庆道 也是英众唐客要看 房下说且休叫孩儿出来 孔丰试着他 他奶子说不妨试 浇奶子用被裹出来 他大妈屋里走了糟 应了个日子儿 就进屋去了 伯爵道 那日嫂子这里请去 房下也要来走走 百忙里旧疾又举发了 岂不得抗耳 心中急得要不得 如今趁人未到 歌道好说声 抱歌出来 安美童看一看 西门庆一面吩咐后边 慢慢抱歌出来 休要唬唬她 对你娘说 大旧 二旧在这里 和婴二爹 谢爹要看一看 岳娘教奶子如意儿 用红绫小贝儿 裹得紧紧的 送到卷棚脚门手 带安儿接抱到卷棚内 众人观看 观歌儿穿着 大红段毛衫儿 生得面白纯红 甚是富泰 都夸奖不已 吴大旧 二旧与西大美人秀中 掏出一方紧断兜渡 上戴着一个小银坠儿 唯鹰伯爵是一流五色线 尚穿着十数文长命钱 叫与戴安儿好声抱回房去 修要惊虎根 说道 相貌端正 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 配包儿 西门庆大喜 作衣谢了 说话中间 呼抱刘公公 薛公公来了 慌得西门庆穿上衣 宜门迎接 二位内乡坐四人叫 穿过肩莽 鹰腔排队 喝道而至 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 蓄礼皆察 落后周守备 京都监 下提行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 腾棍大扇 君劳喝道 须余都到了门首 黑鸦鸦的许多次后 里面鼓乐喧天 声歌谍奏 西门庆迎入 与刘 薛二内乡相见 听正面设十二张桌席 西门庆就拔展让座 刘 薛二内再三让训道 还有列位 只见周守备道 二位老太监耻得聚尊 常言 三岁内患 居冠王宫之上 这个自然首座 和肖范讲 彼此让训了一回 薛内乡道 刘哥 既是列位不肯 难为东家 咱做了罢 于是罗圈唱了个诺 打了功 刘内乡居左 薛内乡居右 每人膝下放一条手巾 两个小丝在旁打扇 就坐下了 其次者才是周守备 惊都兼众人 徐于阶下一派萧勺 动起月来 当日这言习 说不尽石鹏一品 果线石心 徐于九过五巡 汤尘三线 教方司牌官 簇拥一段校月 院本上来 正是 白宝装腰带 珍珠落臂沟 校时能进眼 五霸锦缠头 校院本办完下去 就是李明 吴会两个小幽儿上来弹唱 一个 手鸾 争 一个琵琶 周守备先举手让两位内向 说 老太监吩咐 赏他二人唱那套词 刘太监道 列为请先 周守备道 老太监 自然之礼 不必过谦 刘太监道 两个子弟 唱个探浮声有如一梦里 周守备道 老太监 此事归隐探视之词 今日西门庆大人喜事 又是华诞 唱不得 刘太监又道 你会唱 虽不是八位中紫寿臣 管领的六宫中金差女 周守备道 此事陈琳爆装和杂技 今日庆贺 唱不得 薛太监道 你叫他二人上来 等我吩咐他 你记得普天乐 想人生最苦是离别 下提行大笑道 老太监 此事离别之词 越发始步的 薛太监道 安美内观的吟声 知晓得答应万岁爷 不晓得词曲中滋味 凭他美唱罢 夏年行 终是今无直视人缘 以仗他行民观 遂吩咐 你唱套三十枪 今日是你西门老爹 家官进路 又是好日子 又是弄张之喜 一该唱这套 薛内相问 怎的是弄张之喜 周首辈道 二位老太监 此日又是西门大人公子 弥月之臣 安美同僚 都有伯理庆贺 薛内相道 这等 音像刘太监道 刘家 咱每明日都不理来庆贺 西门庆谢道 学生生意囤犬 不足为贺 道不必老太监费心 说必 换代安里便叫出无银耳 李贵姐 席前第九 两个唱的打扮出来 花枝招展 望上插竹 也似磕了四个头儿 起来直呼针灸 竹衣敬奉 两个月弓 又唱一套新词 歌喉婉转 真有绕梁之声 当夜前歌后舞 锦簇花载 指引至更于时分 薛内相方才起身 说道 生等一者过蒙盛情 二者又止喜庆 不觉流连畅饮 十分饶急 学生告辞 西门庆道 悲鸣相邀 得蒙光匠 顿时彭币增辉 兴在宽作片时 以弊于性 众人据出位说道 生等身扰 久力不胜 各功身失礼相谢 西门庆 在三款留不住 只得同吴大舅 二舅等 一起送至大门 一派古月轩天 两边灯火灿烂 前折后拥 喝道而去 正是 得多少 歌舞欢于闲日段 故烧高竹赵洪庄 再次